新手买黑神话悟空选Steam还是VGame还是PS5 各位先不要着急下结论 先看我举两个例子 今天早晨有一位粉丝说他为了玩黑神话悟空 特意买了台二手港版PS5 结果进商店怎么没有黑神话悟空呢 我让他给我发了截图 我一看原来他登录的是国服PSN 目前黑神话悟空PS5版没有登录国服 也没有光盘 只能在港服买数字版 我估计这位同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第二个例子 昨天下午我外省新买的4070笔记本到了 他也是电脑小白 他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说Steam 他也装了一个 他还问我有什么免费好玩的游戏给他推荐一下 我说有APEX英雄 他查了一下是付费的 我说还有POBG是免费的 他说也是付费的 我说黑神话悟空也不错 268 他说是258 这时候我让他给我发了一个他那个Steam的截图 这一定是断网了 于是我又找了一个加速器 结果Steam注册的时候那个验证码还不能用加速器 他弹不出来 后来又等了很长时间等网络恢复 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Steam账号搞定 这两个问题对于很多老玩家来说都不是事 因为都是过来人 就像开车一样 你都开了10万20万公里了 什么情况没遇到过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这是很大的障碍 而且翻越一道山还有一道岭 前阵子还有一位粉丝告诉我 他下载英伟达显卡驱动的时候竟然还花了20块钱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做选择不是你想要就能要 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